许青沉默,回头看了队长一眼。 他觉得队长入戏太深了,说话就说话,那一声浇银般的轻壳,让许青很不适应。 不过许青也没说什么,因为他知道金刚宗老祖虽这些天都很乖巧地不曾现身, 但按照对方的性格,一定暗中记录了一些画面。 这些珍贵的流影,许青觉得以后应该可以用得上。 于是他深深地看了队长一眼,转过头没去理会。 队长秀眉一扬,刚要继续开口,可就在这时,一股波动从远处传来, 鸿铭间阵法的甄别之力再次降临,落在了这艘黑木舰船上。 下方的八爪鱼,此刻颤抖地爬在地上,任由阵法扫查过来, 至于那些鬼面蝴蝶,飞速地散开,许青也是神色凝重看向下方。 他看到了,在远处存在了一座巨大的建筑。 这建筑的造型很简单,是两根庞大的石柱,仿佛形成了一个没有顶的门, 其内存在黑色的漩涡,正轰隆隆地转动,散出一道道红色的闪电, 扩散八方。门外,一颗颗红色的灵枝上赫然盘膝, 坐着数量不等的海狮族修饰,里面有男有女, 有人族模样也有一族肢体。 粗略看去数量不下上千,将此地把守得极为严密, 任何想要通过此地,进入漩涡的存在, 都需从他们这里经过,放行才可。 且其内明显有强者存在,有好几个目光扫来, 让许青也都感受危险。 此刻阵法之力散开,在其横扫间, 许青与队长所在的黑色舰船上, 来自那个海狮族三火筑机所画的印记, 闪耀光芒,与阵法之力回应后, 阵法波动消散。 那八爪鱼这才重新爬起, 向着前方小心翼翼地移动, 路过一处处临之时, 上面的海狮族修饰都起身, 向着队长那里拜见。 见过三公主, 见过三公主。 许青神色平静, 可心中无比警惕, 实在是被这么多人凝望, 稍微一个不小心露出破绽, 就会前功尽弃。 同时, 此地海狮族秀式气息的汇聚, 也使得这里威压极大, 许青明显感觉自己怀里的小瓶, 挥发的速度更快, 若是这么下去, 怕是用不了多久, 就会失效。 而队长那里同样这般, 哪怕装扮的在相, 也还是面临风险, 所以他同样内心紧张, 于是取出了不少黑色珠子, 在手里把玩, 脸上则是露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直至快要接近那巨型石柱门时, 随着四周凝望过来的目光逐渐更多, 队长那边忽然将一颗黑色珠子向着一旁扔了下去。 轰鸣顿时爆发, 四周所有海狮族纷纷气息波动, 看够了吗? 队长表情从之前的不耐烦, 化作了甜美的笑容, 他面色苍白, 虽透出无比的虚弱, 但也正是这种虚弱, 使得他的笑容, 似乎更多了一些楚楚动人之意。 四周海狮族纷纷沉默, 立刻低头, 扶本宫进去。 队长笑了笑, 起身走到了舰船之前, 冲着许青抬起手。 许青对于队长的演技很是钦佩, 此刻低头走来, 扶住了队长的小手, 向前一步走去, 离开了黑木舰船, 离开了下方的八爪鱼, 向着前方庞大的黑色漩涡, 飞速临近。 与这漩涡比较, 许青和队长的个头, 如蝼蚁一般, 微不足道。 同时, 来自漩涡内的恐怖波动, 也使得许青与队长这边都是心神震寨。 但他们二人心理建设足够, 此刻依旧不及不虚地靠近, 直至完全接近后, 他们相互看了眼, 没有任何犹豫, 同时迈不踏入漩涡中。 随着走入, 二人脑海瞬间轰鸣, 仿佛走入到了另一个空间, 出现时在了一处赤色的世界内。 这片世界范围不是很大, 地面一片赤红的液体, 如同血潭一样, 四周则是环绕了一圈石柱, 足足七八十多个。 而每一个上面, 豆盘西坐着一个海狮族的修饰。 除此之外, 这片世界里最显眼的, 是一尊巨大的雕像, 这雕像屹立在水潭之上, 双脚浸在潭水里, 高度足足三千多丈, 好似晴天一样的存在。 它全身赤红, 长满了斑点的铜石, 模样看起来像是一个仰天咆哮的人族狮孩, 双手摆放的也很怪异。 一只手抬起, 似要抓向苍穹, 而另一只手则是平放在胸口。 同时在这雕像的身上, 还长着大量的触手, 这些触手蔓延八方如同飘带, 上面浮现出一只只睁开的眼睛。 诡异的同时, 若仔细去看那些眼睛, 可以看到里面居然都倒映着世界。 不同的世界, 倒映在那些眼睛里, 使得这雕像的气息惊天动地, 威压震射八方, 与此地的所有海狮族似都共鸣。 如同这些海狮族, 都是这雕像气息外散所化, 而这雕像本身, 才是它们的源头所在。 同时, 此地的威压也明显超出了外界太多, 至少数十倍不止, 使得许青身上的小瓶挥发之素, 同样这般。 而队长的脸上都出现了一道裂缝, 似乎装扮就要碎裂, 可不知它如何做到, 裂缝飞速愈合, 但许青能感受到队长身上有一些不稳定的波动。 显然在这里, 它也是无法坚持太久。 二人心神震动, 这雕像正是海狮族的第七狮族神像。 海狮族的九尊狮族神像模样与大小都不同, 这第七尊在里面不算最大, 也不是最强, 可无论如何, 身为九尊之一, 在海狮族的地位都是至高无上。 就算是海狮族的王, 每次到来也要恭敬参拜。 因为这九尊神像内蕴含了海狮族诞生的秘密, 同时雕像下自行产生的红色水潭, 里面的液体也是海狮族转化新的族人所必须之物, 同时更是疗伤盛业。 此刻这红色水潭内, 就有数十个海狮族的修士, 正于其中盘膝疗伤。 这些人最弱的也都是二伙的程度, 三伙也有一位, 身上都带着上市, 显然是从前线归来。 他们也就算了, 让许青与队长真正心神强烈波澜的, 是这雕像放在胸口的左手上, 居然盘膝坐着一个身穿红色长袍的童子。 这童子, 许青当初在珍珠群岛见过, 对方正是当日于海上 向着珍珠岛群走来的海狮族金丹修士。 看到这里, 许青转头望向队长。 队长也是吃了一惊, 回了许青一个苦笑。 显然, 他的情报有误, 这里或许之前的镇守者被调走了, 但却来了一个新的镇守者。 许青默然, 他觉得自己太疯狂了, 居然相信了队长和他一起来到了这里。 此地不但存在了数十个二伙, 外面还有上千修士, 同时如此近的距离, 还存在一个一巴掌就能将自己拍死的金丹。 对方虽在打坐, 但可以想象对方睁开眼仔细看看他们, 说不定就能看出端倪, 毕竟这里的威压已经将他们的遮掩, 消耗了大半之多。 更不用说这是海狮族的足地岛屿, 对方的大本营所在, 出现什么样的强者都有可能。 许青深吸口气, 压下心中的紧张, 化作了果断, 他狠狠咬牙, 既然来了, 怎么也要弄点好处。 同时他也注意到队长那里眼内升起的疯狂, 二人相互看了看, 同时向前走去。 从他们出现的地方到水潭, 约莫数百丈的距离, 此刻随着走去, 从地面上升起了一只只腐烂的尸首。 这些手没有缠绕他们, 而是伸开拖着他们落下的脚掌, 使得许青与队长慢慢走进了水潭, 直至到了这里, 四周柱子上的海狮族修饰, 也没几个睁开眼去关注。 只有不多的几个睁开双目, 扫过许青与队长, 注意到了三公主后, 也相继收回目光。 至于那金丹童子, 同样没有睁眼。 这就让许青心底松了口气, 随着临近, 他看到队长飞速踏入水潭内, 找了个靠近雕像双脚的地方, 弹息打坐后, 还时而挪一挪位置, 想要彻底碰触雕像的样子。 许青没说话, 一样踏入水潭, 在进入的一瞬, 他就感受到了, 这水潭内存下了一股奇异之力, 不是灵能, 也不是意志, 更像是一股纯粹的滋养, 且还包含了魂力, 使得许青只是走入进去, 体内的法鞘就隐隐震动, 这一幕让许青立刻确定, 这水潭对于开启法鞘, 的的确确有巨大帮助。 所以他也飞速坐下, 扫了扫四周疗伤的海狮族, 小心翼翼地尝试吸收。 许青知道不能在这里开启法鞘, 不然的话散出的波动太过明显, 瞬间就可被人察觉,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容纳。 容纳足够多的磁地灵液在体内, 等出去后, 在瞬间冲击法鞘, 能开几个法鞘, 就看在这里可以容纳多少了。 许青木鹿果断, 体内秀为运转, 顿时一丝丝血色的气息, 从这水潭内顺着他的身躯钻入体内, 与他丹田位置慢慢汇聚。 这红色灵液刚一出现在丹田, 就散发出惊心动魄之威, 使得许青全身没有被开启的法鞘, 都与所藏之处持续振战。 一股渴望之感, 在许青心中强烈生腾。 许青压抑自己的呼吸, 小心地查看四周, 继续吸收, 这种在敌人眼皮底下偷东西的感觉。 很刺激。